真的要告诉大家 如果全球暖化之后呢 台湾会在第一批被淹没的国家当中 真的要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两个青年级生 他们呢却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花了毕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经费 还有他们的存款 就是要见证给大家来看 翻整一张张照片 与其中没有兴奋 只有浓浓的感慨 是因为海平面的上升 导致他们 导致他们 土壤炎化 然后清洗了这些树 一幕幕画面都是难忘的回忆 两个青年级小女生 用半年的时间走遍南太平洋八个岛屿 留着短髮的是23岁的游玄儒 而房品文也不过26岁 两个人各自拿出了20万集讯 还有亲友赞助的30万 一个文字记录 一个负责摄影 每天为自己定一个预算 就像是今天好 我们两个人家才可以花500块钱台币 加上住宿 所以我们就可能是寻求免费住的人 然后或者是我们吃东西 就变成什么东西都买来自己煮 一路省吃检用 默默记录着一切 从吉里巴斯的断头椰子树 到库克群岛的炎化海岸 都不放过 过程中甚至还受了伤 其实我们很多次都遇到发烧生病 甚至平稳 嚼整个扭伤道做轮椅 特难的旅程现在化为文字 两个小女生希望借此能唤醒外界对地球暖化的重视 东森财经新闻 综合报道 好 综合这个事